几年前,荷兰人巴斯跟随爱人来到中国陕西生活 凭借图像与媒体技术专业能力 他受聘成为西安工程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影像动画艺术系老师 向学生传授二维动画、电影动画、动画分镜头等知识 西安定居后,巴斯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文 如今,他仍保持着随时学习中文的习惯 在课堂上,巴斯经常用带着洋腔的普通话与学生交流,并乐此不疲 我的中文越来越好,因为我需要用 我需要表达我的课程的内容 因为以前我有随意识可以给我翻译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好 跟随意识一起沟通 他们都是中国人,只有我是一个老外的老师 所以我觉得需要用中文 巴斯对中国文化和艺术很感兴趣 在教学中,他鼓励学生在作品里加入 如琴枪、皮影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但巴斯也坦言 有时候学生作品里的中国元素与故事并不融洽 缺乏对文化的理解和思考 巴斯称,作为一个外国人 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 但他认为这有时也是一种优势 比如在教学时,他总是告诉学生 创作的作品要让自己这个老外也能看懂 这样才能让中国故事圈粉更多海外观众 你现在需要说一个很好的,动态的,有意义的动画的故事 但是Ronal,你需要想一下 你想表达什么? 你们是中国人 你们有这么多不同的,传统的文化 为了让学生们拓宽视野和思路 巴斯经常会鼓励学生参加国际类动画设计大赛 在他看来,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市场反馈 会让这些学生明白如何用动画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我看其他的欧洲的国家,美国的,但是我也想看我们外国人非常喜欢 非常明白的中国的动画片 我还有一个梦 所以我想我的动画是非常好看的,有意义的中国的动画作品